看看新闻网 无渣 但聊起孩子 王学斌马上露出了 慈父的微笑 觉得他谁都认识挺好的 丢不了 这是不久之前 王学斌接受我们采访时的画面 儿子迪达刚满一岁多 老爸王学斌 当然是牵肠挂肚 难舍难分 小孩长得又快 他过个半个月一个月的 长变样 你就会很伤感 我就不认识 你还认识我吗 还记得2014年1月的时候 王学斌曾在网络 自爆了一段长 约五分钟的视频 视频记录了他陪伴新婚妻子 不美待产 和孩子出生后的画面 这样的男人的确是很用心呢 而从之后 王学斌跟儿子迪达的互动来看 这位老爸可不止有心那么简单 人家也是有实际行动的 换尿布没事 只要是 他只要别拉屎就行了 我原来因为我完全是受不了 但后来 不得不换的时候 你把你受得了 你有什么可受不了的 就是 矫情是什么 在家里 王学斌也似乎不只是个爱儿子的好爸爸 更是个疼老婆的好丈夫 我在网上看到 破了这百病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我觉得得这种 不过事实上 与现任妻子张玄的结合 其实已经是王学斌的第三段婚姻了 王学斌的第一任妻子叫冯玉琪 是个模特 两人与2000年结婚 2004年协议离婚 由于当事人低调处理 所以这段婚姻并没有成为公众焦点 之后王学斌与范冰冰开始传出恋情 2005年两人被派到在三亚一酒店 情敏细水 因此外界都觉得相恋传闻相当靠谱 可能是好朋友 然后他们可能可以呈现出一些爱的感觉 之后关于两人的传闻一直没有停息 直到2009年 王学斌跟孙宁不如婚姻变堂 在这段婚姻的衣食 两人之间满满的都是甜蜜 类似的王学斌同样闪烁着好男人的光芒 让孙宁无法自拔 我恋了一句话 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他跟我发过一个短信 其实就只有一句话 他说 跟着我吧 吃不上香的也能让你喝着辣 不但有坚定的爱的誓言 王学斌对孙宁还十分的温柔体贴 结婚前都是一直在剧组试妆 试完了妆 然后说明天要结婚了 今天得赶紧回去了 就这样 那那个王学斌没有意见的 他有意见也没办法 他确实说 但是他说那个婚礼是 他送给我的 所以他全权就操办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段婚姻竟然也很快地出现了裂痕 只是觉得 不在一起 会比在一起 太新 我们两个在去办手续之前一年已经分居了 就是其实根本就没有在一起 2012年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回看之前两人之间的一次次恩爱亮相 这段婚姻的终结 这段婚姻的终结着实让人有些看不懂 管钱谁管家里 管钱 我猜不着 所以我才问你们 当然是女人管钱了 是吗 是这样 我要管钱的话都会换成电子产品的 不过就在一年之后 孙宁终于在接受采访时松口 倒出了其中的原因 这也一下子打破了以往我们对王学斌的印象 我很受不了男人有不良嗜好 喝大酒啊 或者是差不多大家都能想象得到的那种 男人那种不太好的习惯吧 小卓怡情大卓伤身 更何况王学斌沉迷于酒场之中 这一点和王学斌合作多年的徐敬蕾 也深恶痛绝 好开心 都在喝酒 有一天我那个一上 我们在公路汽车上的戏 那个公路汽车很大 但是我在没上门之前 没进门之前就已经闻到 都是那种忽天盖地的那个酒气 如今的王学斌更是跟毒瓶扯上了关系 这跟他昔日好演员 好爸爸好丈夫的形象 实在详查甚远 令人惊讶 也让人唏嘘 我们只能再次深深地呼吁 为了您的爱人 孩子情愿离毒瓶 新闻在线综合报道 如果用一到十给演艺圈的负面事件 打分的话 我相信演员吸毒 一定是可以打上十分的 我相信所有人也会同意这个说法 我们来听听大家的一些感受 不会吧 王学斌这是我的偶像 他也吸毒了 这个爱到处大家的心声 永远要警惕所有人自己 包括所有的演艺人员 对我来说